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同山公所迁往南洋溪对岸的伦碑村 加上森林铁路也停止 失去铁路又没有公路 与外界相连的热水部落 外来人口马上搬离 只有主居热水的泰雅族人留下来 从此跟外界失联的族人 就自称为被遗忘的部落 直到1978年开通宜兰五十一线道后 这个被遗忘的部落终于 重新跟外界连线 而当年森林铁道的遗迹 罗东林铁八号隧道 也在2012年被列为历史建筑 成为部落发展观光的景点 好 这个隧道它最主要是在大正十年的时候 它只是因应过去日记时代的时候 他们砍化太平山的那个林木 所以他们才开造这个隧道 所以到了民国66年的时候 他们停止砍化的时候 那这个隧道跟铁道 除了隧道还保留到完整 所有的铁道都已经把它拆除了 有一次的台风 这个洪水就是灌入到这个隧道 那我们为了要防止这个洪水 冲入到我们下一个水田 这是我们的居住 那我们就透过这些的方位 他们就用暂时性的想起把它堵住 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是完全的堵住 所以当时我们就发现到 里面就有这个大叶皮肤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对这个不是这么熟悉 也没有把它当作是一种好物 后来大概五六年 就是在部落在营造整个地方 然后在调查我们的资源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这个真是一个 保护稀有的动物 对热水部落而言 这个居住大叶皮肤的隧道 简直就是天赐的礼物 让部落的导览产业 有了独一无二的亮点 所以部落极其的保育这群蝙蝠 尽量劝导游客只可以远观 不要近距离骚扰 而且最好在黄昏时候来观赏蝙蝠舞 毕竟在台湾还能看到蝙蝠的蝙蝠洞 已经很罕见了